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大陸有單新聞,就說有一個15萬粉絲的網紅 竟然被人判無期徒刑,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一齊看看吧,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這一個被粉絲陷害的網紅就由2016年4月開始直播 一直到2017年1月,這段時間一共收到50821次打賞 一共收到大約11468人民幣 其實你看回,大約人均打賞都很低 總體來說,收到打賞金額不會太多 而這段時間,他是認識一個姓李的網友 而這個網友固定在直播上打賞給這個網紅 一來一回,兩個人都開始熟落了 而這個網紅在這段時間也知道姓李的網友 是四川梁山人做高利泰賭場等等工作 後來姓李的網友在2019年8月打電話給這個網紅 電話入面就要求他去西安幫他拿一個行李箱 之後就會將這個行李箱叫他再轉交給其他人 就承諾,事成之後就給2萬元的跑腿費給他 而這個網紅就說自己沒有懷疑太多 第二天就乘飛機去閃西,同時入住了去當地的酒店 之後這個網紅就按照姓李的網友的指示 去到當地的一間乾洗店找老闆 就問他拿一個8月5號寄存的行李箱 這個網紅就透過電話就報出寄存的相關資料之後 他好快就拿到行李箱了 但是剛剛拿到行李箱走出門後就被埋伏的警員去拘捕了 而警方後來就在一個行李箱裏面發現了五冠不明的物體 重量就是3.2公斤,經過檢驗之後當中有53.4到53.9%是凱樂欣 而他這個網紅亦都是因為協助運毒行為就遭到警方拘捕了 2021年8月23號西安中等法院就以非法持有毒品罪 就判這個網紅無期徒刑,雖然他是上訴去到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亦都是以證據不足為理由撤銷了初審的判決 但是重審了之後,西安的終審法院依然是維持無期徒刑的判決 這個網紅就堅持自己不清楚裏面是些什麼,就說會繼續上訴 其實我們看回整件事,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會不會過去那一處做一件事幫人交收呢?應該就不會的,多多少少會問一下 而且你看回,他直播了這麼多次,收到這麼多次的打賞都只不過是萬一元 而這個網友叫你去跟他交收少少少東西,就給兩萬元人民幣你 大陸兩萬元人民幣是一個什麼的水準呢? 很多人的薪金都是只有四千元的,甚至乎有些只有三千多元的 如果給兩萬元你的話,幾乎是人家四個月的薪金了 而警方亦都提取了這個網紅的聊天記錄 整個過程裏面,這個網紅曾經是向聖李的這個網友回報路況 包括發送機票的登機牌,然後去到洗衣店就問他有沒有打開行李箱重不重 整個過程,這個聖李的網友就向這個網紅轉賬了二千元,一千元和五百元 這個網紅亦都講到,聖李的這個網友給他一千元的同時也都轉了個QR Code給他 叫他就將一千元轉去這個QR Code上面 按照判決,這個行李箱由警方查獲到拆封,稱重之前都未有打開過的 外觀完毫無缺啦,給一個這樣的人工你跑腿費力 叫你搭飛機去到那裏幫他做交收,你覺得會是一個普通的東西嗎? 當然不會啦,肯定違法者才會叫你去啦,好東西怎會送上門的? 但大家看回啦,如果在大陸運毒和毒品相關的話 個罪名好重的,是可以打靶或者無期徒刑的 所以有些人在澳門說要走水貨,但有時水貨 你不知他裏面有沒有夾這些毒品在那裏 如果在水貨裏面夾了毒品在那裏的話,那你會出現了 就是這樣無期徒刑咯,因為你是混毒咯!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提到這裏先啦,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吧,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 拜拜!